今生的演员的电竞集团就为两句《最强男神》正在热播 则剧改编4 黎智琳同龄讲说 讲述了《最为之战2》一个玩家刘雨昕 为了队友组建战队算成成长的热血故事 吴玉恒致演于宪阳这一角色 性格冷静 敏敏 不飘不造 他在剧中通关了数百层游戏 囊括了各类游戏类型 这一位张志无贵的游戏小百科饱受队友喜爱 同时 于向阳对各种游戏阴险很强的适应努力 使其在很多关键时刻出席之胜 剧中的于向阳一直为了成为职业选手而努力 看到自己的这个角色 于向阳表示 自己跟角色很像 自带猛点 罗云的时候我才发现 自己在作品里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 天舞一样 也是其他诗 虽然是一位新闻演员 但朱玉恒已经在多部戏中刚刚独演 跟演员范明 黄玉佳合作的文艺天 《幽玉的影片》上已经开始完成 正准备在各大电影集参赛 如张英斌 孙雅文所作的都市妖奇谈 已经在2017年五三中见面 一种他饰演 录制一折 作法时 朱玉恒表示自己很期待 《幽玉的影片》上线 这是一部运行电影 生活在这个角色里 不问喜悲或是其他状态 难道自己对表演的用心 朱玉恒十分坚定 他表示 我脑子里有一句 关影老师说过的话 记忆很深刻 他告诉我 在演戏的时候 说词 别说词 说意思 演戏别演戏 要去演人 在演员这种方面 此次阿丽影业召集了一种 有颜 有身材 有演技的 90后新生代实力小生小花 让人生动活泼的演绎 更是让人大富惊艳 尤其是张思凡饰演的刘昌 和张星成饰演的吴德文 隐藏身份的奥雕赴黑大神 碰上高冷呆萌的学霸 上线首日就成为全剧 当作无数的第一人气阶级 没有直呼两人黑一脸 张思凡 领袖气质和人天成 在德文 听说那演员的变境集团 就为两句《最强男神》正在热播 歌剧《百分寺》 黎之灵同龄讲说 讲述了《最游之战2》 演技玩家刘昌 为了对队友组建战队 算成成长的热血故事 吴玉恒致演于县阳这一角色 性格冷静 敏敏 自飘不造 他在剧中通关了数百层游戏 散破了各类游戏类型 这一位张志无惠的游戏小百科 饱受队友喜爱 同时于县阳对各类游戏阴影 很强的适应能力 使其在很多关键时刻出席致胜 剧中的余向阳一直为了成为 职业选手而努力 看到自己的这个角色 余向阳表示自己跟角色很像 自在猛点 罗云的时候我才发现 自己在作品里面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个诗 跟我一样也是喜欢诗 竟然是你那些名演员 但朱玉恒已经在作部戏中 三方主演跟演员范明黄玉佳合作的 文艺天 《幽玉的营先生》已经开始完成 正准备在各大电影集参赞 与张英斌 孟雅人合作的《都市妖奇谈》 已经在2017年五三中见面 一种谈饰演录制一折 四小时 朱玉恒表示自己很期待 《幽玉的营先生》上线 这是一部运行电影 稍等一段时间 就会跟观众见面 希望自己在里面的表现 能得到观众的评调 在《终于恒看来》 自己是一个体验盘演员 我觉得在拍摄过程中 要尽管能地感受剧中 给出的寂静条件 相信自己是这个人物 在拍摄这段时间中 都要生活在这个角色里 不问喜悲或是其他状态 难道自己对表演的用心 朱玉恒使用坚定 他表示 我脑子里有一句 观影老师说过的话 记忆很深刻 他告诉我 在演戏的时候 说词 别说词 说意思 演戏别演戏 要去演人 在演员这种方面 此次阿丽影业召集了一种 有颜 有身材 有演技的 九龄后新生代实力 小生小花 让人生动活泼的演绎 更是让人大幅惊艳 尤其是张思凡饰演的刘昌 和张星成饰演的吴德文 隐藏身份的奥雕富黑大神 碰上高冷呆萌的学霸 上线首日 就成为全剧当作武器的 第一人气阶梯 没有直呼 两人黑衣脸 张思凡 领袖气质和人天城 在德文